内鱼男星哭戏大赏 他们能红是有道理的 前十秒请自行判断 那如果是他妈在你面前哭 你会为谁擦眼泪 一阳千玺 一阳千玺的每一次哭戏都代表着一次蜕变 让我们看看在少年的泥里隔着玻璃的这段经典的探监戏 陈念和小北的再次见面 先是惊喜又惊讶含着泪的笑 接着就是一段沉重又压抑的哭戏 是对陈念自首的不解 心疼和难过 最后再次以带着泪的笑收尾 则是释怀和安慰 他们用笑和泪代替了话语 用眼神塑完了中长 每一次醋眉和每一滴泪都真情流露的恰到好处 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少年 笑着笑着哭着哭着 我们好像都长大了 在小红花里 最后迎风落泪这一段 眼里是泪 嘴巴带笑 他不再是那个叛逆丧气的小孩 他在告诉我们生如逆旅 一为以航 而在水门桥里 他则是一个脏脏的小哭包 这一次他要独挡一面 这次也有可能是和哥哥的最后一面 哭得像个小孩 但是眼睛却坚定的像个男人 易烊千玺真是太适合这种青春疼痛类角色了 每一滴泪都能狠狠打动人心 无垒 有的人呼吸从小飙到大 岁月啊 到底给吴磊留下了什么 昨天还是我们心疼的小哭包 现在已经是年龄23 系020的老戏骨了 在穿越火线中 小北回忆小时候 哥哥出车祸的哭戏 就非常有张力 因为小时候任性跟着哥哥 哥哥把安全帽给了他 而车祸时 哥哥去世了 吴磊在表演这段哭戏的时候 把后悔和痛苦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种疼痛 隔着屏幕都让人感同身受 而在长歌行中 吴磊这段失去母亲后的哭戏 也让人难以忘怀 一进到底 情感层层递进 从隐忍到崩溃 再到最后放弃的心痛克制 顶天立地的草原狼 为了守护而战而屈 代入感和共情能力很强 让看戏的人落泪不止 将观众的心彻底揉碎 去年《星汉灿烂》中 吴磊演出了 灵不宜大愁地抱后的那种快感 以及紧接着失落空虚 他在完成人生最大梦想一瞬间 又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那种大起大落 真的好让人心疼 年轻 又有张力 潜力无限 弟弟冲啊 肖战 有没有这样的演员 他一流泪 你就会跟着心疼 有人统计过 陈情令里总共有多达88场哭戏 怪不得肖战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这一辈子的眼泪 大概都在戏里留完了 可以说是从头哭到尾 而且是各种不同的哭法 痛失亲人的哭 绝望的哭 巅峰发狂的哭 委屈撒娇的哭 每一滴泪都让人心碎 每一针都美得让人窒息 而肖战就是凭着在这部戏中 现摄式的演技 圈粉无数 而在梦中的那片海中 他受伤退伍的那一系列哭戏名场面 也全是真情实感 特别是回到父亲生前屋子里的那场哭戏 更是令人动容 短短的镜头下 肖战由右边转头向左边 眼神向看向远方 又向陷入沉思 堆积在眼眶里的泪水转落 无声无息 却仿佛转动了山川 牵动屏幕前观众的泪线 而在最近的热播剧《玉骨窑》中 他再一次贡献了无数哭戏名场面 比如石影得知母亲已经亡固之后的那场戏 他先是摇头极力否认 不相信母亲真的与自己天人永隔 直至看到母亲的性 他的泪水先是一滴滴滑落 最后终于抑制不住爆发 声嘶力竭的大喊之后泪如泉涌 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了 石影痛失母亲后的悲伤 悔恨 愤怒和无助 而且还哭出了一种冷月清霜的美感 诚意 到底是什么样的共情能力 才能把哭戏演得那么虐心那么伤啊 诚意就是那个哭了时生时世 观众还不嫌弃的男人 仙侠虐恋剧《流离》中 由诚意扮演的宇思凤 因为时生时世爱而不得 成了全剧的哭戏担当 哭戏一波接一波的来 绝望痛楚地哭 期许卑微哀求地哭 留恋伤心不舍地哭 诚意用哭打动了世人 红红的眼眶 哭起来犹如梨花带雨地让人怜惜心疼 而在去年热播剧《沉香如蟹》中 诚意也哭出了痛彻心扉 肝肠寸断 无以言说 有一种身体被掏空身心俱疲的破碎感 不知为什么 每次看诚意哭 总会让人于心不忍 罗云熙 他一哭我感觉全世界都错了 罗云熙的哭戏 不用说 那是出过圈的 每次看到美墙惨三个字 都会在眼中浮现润玉这场红着眼落泪的镜头 洞庭湖底任母失败后 那一滴哀莫大于心死的泪 看得我的心也跟着落泪了 丧母后 躲在玄机宫抱着膝盖独自痛哭的片段 一方面既让人心痛 一方面又让人忍不住感慨 哭得真好看啊 还有大结局那悔恨的眼泪 也是让人又爱又恨又心疼 同样 在今年播出的大热剧《长月静明》中 罗云熙也贡献了各种哭戏鸣场面 朱一龙 救命 怎能有人这么会哭 说到哭戏 当然少不了朱一龙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眼睛天生自带忧郁和无辜感 她流泪的时候特别动人 让人心生怜爱 就拿亲爱的自己来说吧 有一段戏是她失业后又被女友误会变心 为了解释她不得不坦白 这不是那种情绪波动非常大的哭戏 但强忍着不哭 却忍不住的细腻表情 却更让人有代入感 尤其是这段眼泪 没忍住掉下来 假装不经意抹去的片段真的好绝 先是垂直眼睛 不敢看女友的表情 抬起眼睛的那一刻 早就红透的眼眶还是忍不住落了泪 而且她的眼泪真的是掉出来的 不是流下来的 当然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朱一龙 在知否中那段经典的走廊哭戏 其苦不堪说 其痛难言停 从隐忍落泪到最后的哭笑同哀 悲极反笑 层层递进的表演 让人与其横感同身受那份 无可奈何和痛彻心扉 还有她的得奖作品 《人生大事》中 和小演员的那场哭戏 也是自然又饱含层次 让人共情 别看朱一龙现在走操汉路线 但她却有很多绝美落泪明场面 而且都是那种泪珠子 像钻石一样落下来 眼睫毛还挂着一颗没有掉 绝了 张颂文 狂飙中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 能在2023年火速出圈 这与她在剧中多场打动人心的哭戏 密不可分 而令观众最动容的哭戏 大概就是那场发生在大年三十除夕夜 看守所吃饺子的哭戏 笔石的强哥 为了生存 不得不靠卖鱼为生 本想着老老实实地做生意 但事道险恶 因为保护费的问题 她被打得鼻青脸肿 且还被抓进了橘子里 而后来安心给了她一盒饺子 并说她的弟弟妹妹就在隔壁后 她的情绪则开始爆发 她大口往嘴里塞饺子时 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并顺着脸颊流进嘴里 饺子蘸泪水 越嚼越心酸 而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情 顿时就感染了观众 强哥吃的这顿饺子哽咽难耐 这其中有他的幸福 也有他的委屈和无奈 就像现实中的我们 身负被重 尽管很哭很累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即使想哭 也要把泪水藏起来 不能让自己最爱的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其实张颂文的哭戏 不仅在狂飙中精彩 在他之前的作品隐秘的角落中 同样很出彩 剧中他饰演的朱广平 在女儿意外坠楼去世后 他忍着悲痛 独自一人跑到外面吃馄饨 一边吃 一边含着泪颤抖着往下咽 完全是胡伦吞早逝的往下咽 这种很真实自然的悲痛展现 被张颂文演绎的淋漓尽致 如今 年过47岁的张颂文 终于通过狂飙被发现了 相信这是张颂文的幸运 也是观众的幸运 徐哲 提到哭戏 近两年的国产电影里 让观众印象深刻之一的 还是属徐哲的 我不是要神 不得不说 这部剧里的每一个演员 都是好演员 哭戏很有感染力 电影里第一次掉眼泪 是四个人的散伙饭 那段戏是一个兴奋的制高点 一下子降到低谷 然后又转到悲伤的制高点 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 会发现 整部电影 徐哲的哭戏大多是从低谷到伤心 再到悲伤 真实到 就像演我们自己 非常触动人心 雷佳音 人世间中 雷佳音三场不同哭戏 告诉我们啥叫教科书表演 第一场害怕倒哭 当得知周荣出事后 这时的丙坤还没扛过大事 听到消息后完全慌了 既担心周荣又想告诉母亲实情 可他又怕这件事说出来 母亲受不住压力 害怕又无措声音颤抖 急得眼泪掉了下来 虽然这里只掉了几滴眼泪 但从他的微表情可以感受到 他的害怕情绪 第二场委屈倒哭 这一段真得太真实了 台词都是两遍 多么像我们吵架着急说不出来别的词 只会重复一句的尴尬和迥态 第三场 亲人去世时的哭泣 这段戏 每个演员都演得很好 大哥秉一目睹父母双亡 痛苦跪下泪流满面 周荣紧跟着跪在地上 哭得不成人形 而作为小儿子的丙坤的表现 更是与众不同 细想却情理之中 他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 跪着声嘶力竭的哭泣 反而泪眼朦胧 四处张望 不知所措 因为一直在床前静笑的他 每天都陪伴在父母身边 相比于哥哥姐姐 除了悲痛之外 更多的是一脸的意外和震惊 感情越深 越不愿意相信 极其准确地击中了人物心理活动 戳中了无数观众的泪点 张家辉 虽然张家辉隶属港圈 但他的哭泣经验到 我不得不将他放在本期最后 和雷佳音一样 金马影帝张家辉 在影片大追捕中 也是贡献了一段教科书般的哭泣 片中 张家辉饰演的角色 已失去了说话能力 被诬陷入狱的张家辉 出狱后第一次见到女儿时 这场哭泣非常震撼 他不敢靠近 只是远远地望着 只见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想说话 但又说不出口 与此同时 他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整个面部猙獰 肌肉似乎都在用力 既有看到女儿时的高兴 又有对死去爱人的悲痛 还有妇女之间无法相认 自己想喊她的名字 却有口不能言的那种痛苦 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了 他撕心裂肺的心痛 这部电影张家辉全程没有说一句台词 但他细腻的表演彻底征服了观众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年轻演员们在古偶剧中唯美破碎式哭戏 还是中年演员们在现实剧中的即时类沉浸式哭戏 只要是能打动我们就是好戏 那哪一位的哭戏最打动你呢 或者还有哪些小文没有盘点到的哭戏好演员呢 评论区聊聊吧 这里是WenTop10 我们下期再见哦 和 Liquor 和 Liquor 谢谢观看